193县道拓宽工程2017年 环境差异影响评估通过之后 北段拓宽一直到现在还迟迟的未动工 各界也担心预期就要重新办理还评 为此东福中心是邀集了公路总局 花园县政府建设处等相关人员前往县地会刊 大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而东福中心的执行长洪中凯表示 会协助花园县政府让193县拓宽工程顺利动工 会缩减苏华公路改善通车后大量车流 花园县政府积极推动193县新城段及南宾路段拓宽计划 193县道路拓宽工程 2017年环境差异影响评估通过之后 南宾路段拓宽已经到了工程尾声 不过三站到七星潭路段直到目前迟迟未动工 各界也担心预期得重新办理环平 为此东福中心邀及了公路总局 花园县政府建设处等相关人员前往现场会刊 大家进行面对面沟通 地方居民为什么都很赞成 因为我们的县道是一个县道的等级 结果我们是一条小路经过坟墓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193县要拓宽 要外环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个路段我们会跟军方协调 走军方的国有土地 那整个避开 然后避开的同时我们会用密子林的方式隔开整个坟墓 所以整个县道它是一个很优美又安全的环境 你那个游览车那个大停车场那个位置已经找到了吗 如果说整个大工程公路工程都完工以后才要去弄那个停车场 就因为大家都还没习惯 所以就会停路上 所以你就提早做吧 该做的多用啊那些必要的简易的停车设施就提早做 让大家挺习惯 中复中心执行长洪中凯表示 会协助花列县政府让193县拓宽工程顺利动工 那所以在大概两个月前 我也亲自到公务总局 那也跟这个林佳龙部长这个有拜会 那希望他们能够在193县到这个能够尽快来跟我们核定 那所以特别在今天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会刊 那希望说透过今天会刊 把双方的这个意见差距能够尽快的拉短 然后在这个月的月底看能不能够尽速来确定193的这个 这个拓宽案的一个补助啦 公路总局第四养护工程处长李顺诚表示 193县拓宽工程目前是细部修正计划 花列县政府被妥相关条件就可以报请局本部审议执行 我们希望他是一个用一个路廊的方式去去做规划 不是只是一个区段 政府已经按照我们上次的审议的结果 又重新把修正计划送到工程处来 那我们今天会刊以后我们大概会按照今天会刊的结论 去审视他的修正计划的内容 假设他的计划有跟今天是相符的 那我们就会很快去转报到局里面 然后让审议通过了以后就可以尽快去执行 花列县政府193县道北段拓宽案经过8次环查分析遭退回后 第9次才通过 而通过的原因是向西拓宽新批路线 直接避开国土保安林 与厂社区新城乡第二公墓等等原先拓宽计划中 具正议的地域 而路宽也从30公尺缩减到20公尺 记者刘明胜花联市财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